午前節目好 帶了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時光 好 我們今天要關注 先關注到這個週日 這個歐洲的大選季即將報導 那目前各大政黨 開始進行積極的黨內初選活動 那我們最新關心的是 法國的國內初選 因為歐盟在英國脫州 以及12月份 這個義大利要進行修憲的一個公投 似乎整個歐洲的大國分崩離析 那目前最要觀察的是 除了德國之外 歐洲第二大的經濟體跟國家法國 從法國這個週末的一個選舉 我們看到歐洲真的要解散了嗎 歐元區真的要崩潰了嗎 到底法國的初選 發生了什麼樣的一個重大轉折 這個法國的選民全線往右靠攏 那代表歐洲的這個全球化意識 還有法國的主體意識 出現什麼根本價值觀的一個變化 所以我們從歐洲來觀察 當然就要看到歐元 因為市場上目前都掌握的是歐元對美元 是不是有機會來挑戰1比1的評價 在今天亞洲盤 我們看到歐元對美元一度要逼近1.05塊錢 這個歐元對1塊錢的 這個對1塊錢歐元對1.05的美元 所以歐元跟美元會不會出現同價的一個變化 平價的變化 甚至很久不見了法國的法郎 德國的馬克 是不是在明年要重新發行一個問世 所以我們從歐元跟歐洲股市來做一個觀察 好另外我們看到 五七金錢報的投資競賽 這個第一屆舉辦到今天 預賽正式結束 那我們成績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知道贏家 為什麼在金融市場會成功 兩個重點 第一個嚴格執行停損 第二個對於金融市場出現極大的熱情 在這一次的這個人機對決大戰當中 我們看到了一些平常不為人之的高手出現 甚至用每天用長達非常久的時間 畫出一筆一筆 畫出台股這30年的走勢圖 所以給觀眾看照片 這個台股的清明上和圖 到底過去30年發生什麼事情 都在這位國中退休老師的筆下 一筆一筆的畫出來 所以到底預賽結束 面對決賽的一個最後八天 我們怎麼做觀察 怎麼欣賞這些經典的交易 怎麼佩服這些成功的交易員 我們今天推請到三位來賓 好 第二位請教是台大哲學系的教授 運吉正 運老師 好 第二位請教了我們其他老師 蔡生蔡老師 好 第三位我們請教我們的分析師 曾煥文大K 好 這三位是我們在過去幾天 這個演講過程當中 我們舉手表決 最受歡迎的運老師 我們就把運老師給請來了 到底運老師今天怎麼看 我們這個投資季賽 以及歐洲的選舉結果 這樣廣告幫你做 進文的節目 《金錢報》 帶你了解金錢背後的故事